大家好,我是小静 要想皮肤白,多吃白色食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五白羹的做法 清润美白去秋灶 口感丝滑,盛似燕窝 一起来看一下做法吧 首先准备10克玉米 玉米被称为河本科植物之王 先把玉米放进平底锅中翻炒一下 玉米属于寒性,如果直接食用的话 很容易伤脾胃 所以要先翻炒一下,去除它的寒性 玉米炒好之后,先把它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10克黄豆 加入清水,先把玉米黄豆清洗干净 黄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大豆义黄酮 被称为植物牛奶,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清洗干净之后,加水浸泡一个小时以上 接下来再准备10克莲子 加入清水,把莲子也浸泡一个小时以上 再准备10克百合 加入清水,把百合也浸泡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黄豆和玉米就浸泡好了 如果是早上吃的话,最好是隔夜浸泡 把浸泡好的黄豆一米,用滤网过滤出来 这时候莲子也就浸泡好了 浸泡好的莲子,先把它清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淀粉 洗干净之后,再把莲芯取出来 莲芯有一些发苦会影响口感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我们可以购买去了芯的 一个小时之后,百合也就浸泡好了 把百合清洗一下,也倒进滤网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雪梨,去掉雪梨的外皮 雪梨的水分含量比较大 所以在练秋之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雪梨 雪梨用一半就可以了 把雪梨先切成长条 然后再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也放入漏网中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豆浆机中 加入约800毫升的纯净水 这些食材大约是两个人的用量 打的时候,选择干湿豆这个功能 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这道五白羹就做好了 喝起来超级的细腻丝滑 一股清甜,特别的好喝 想要皮肤好,内调外痒非常的重要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 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我们下期见,拜拜